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我是魏惟 今天我們想要製作礦場 在動物森友會這個遊戲裡面 有六塊石頭 你可以每天去敲擊這個石頭 拿到一些礦石 像這樣 不過比較不方便的就是 礦石 會隨機的分布在島上的很多地方 你要去很多地方找這些礦石 所以就有玩家開始有礦場的構想 就是把這些礦石全部都集中到一個地方 原理是 你如果吃了水果的話 吃完水果 然後把石頭敲壞 吃水果 把石頭敲壞 這些被敲壞的石頭 隔天會在其他地方重生 如果你在石頭重生之前 在島上可以長石頭的地方 全部都鋪一些地板 讓它不能生長石頭 或是建一些柵欄 讓它不能生長石頭的話 石頭就只能在某一些 可以生長石頭的地方生長 那如果你的島都空空的 什麼東西都沒有的話 石頭可能會長在任何地方 你就要鋪很多的地板 然後建很多的柵欄 才能避免石頭在某些地方出現 不過我的島都已經差不多建設完畢了 所以現在是很好的時候來做礦場 所以我把石頭全部都敲掉 這邊 還有這裡 最後是這邊 然後我來把所有可能長石頭的地方 都鋪上一些地磚 像這個地方我來鋪一個地磚 那懸崖的旁邊不會長石頭 所以這邊我都沒有鋪 就是所有可能長石頭的地方 我都把它鋪一下 因為我的島已經建設差不多了 所以要鋪的地板的地方實在很少 樹的旁邊應該也不會長 懸崖的地方也不會長 所以大概就這邊我把它鋪一下 我暫時會很醜啦 不過之後就很方便了 這邊我把它鋪起來 我可以想像喔 如果你的空地很多的話 這是一個很恐怖的作業 不過我現在已經 建島建的差不多了 輕輕鬆鬆就可以完成了 把所有的空地 沒有東西的空地 都鋪上地板 其實這個邊緣這邊不會長石頭 石頭就是旁邊八個角 都是空地才會長石頭 最後是這個地方 沙地它也會長石頭 沙地跟草地都會長石頭 所以如果你有沙地的話 也是要鋪一些地板 或者是建一些柵欄 那我的話我喜歡鋪地板 好這樣我就鋪完了 我想要我的石頭在哪個地方 我的礦場在這邊 我希望這些石頭長在這些地方 然後特別挖了一些空格在這邊 石頭也可以長在泥土路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來等等看看 明天石頭會不會長在這些地方 如果它沒有長在這些地方的話 就看長在哪些地方 如果它長在不應該長的地方的話 就鋪一些地磚就對了 然後隔天很順利的 我的礦石就產生出來了 隔一天我的第二顆石頭也長出來了 超讚的 接下來是我的第三顆石頭 這邊 沒有意外的 我的第四顆石頭 也長出來了 接下來應該是第六天 我的第五顆石頭長出來了 我的礦場快要完成了 超期待的 第六天 應該會成功吧 結果 沒有長出來嗎 還有一顆 這一顆跑到哪裡去了 如果你也發現這種情形的話 這顆石頭應該長到它不該長的地方 我們來把它找出來 然後 貼一個 地板上去 我都找不到石頭在哪邊喔 我在想還是這個位置有點不太對 所以它長不出來 我聽YouTube影片說 在一個方框裡面 只能有三個石頭 所以你在設計你的礦場的時候 最好是設計一個方框裡面有三個石頭 照這個說法看起來 我的一個方框裡面 是真的只有三個石頭而已 還是這個石頭有壓線 所以這個石頭就生長不出來了 那解決的方法就是在附近 我再設幾個石頭的坑就對了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竹子挖掉的話 看看石頭會不會長在這邊 所以經過這樣的調整以後 隔一天 我就成功了 我的礦場終於建好了 六顆石頭都在一起 那我檢討一下我之前失敗的原因 就是一個方格裡面的石頭 不能超過三個 所以系統認為 這一顆石頭 在這個方格裡面 所以這個方格裡面 已經生了三顆了 所以結果就是讓上面再多生一顆石頭 不管怎麼樣 我的礦場就已經做好了 做好以後 我就來把我的地板都擦掉 那這邊也可以擦掉了 就所有記號的地方我都把它擦掉 那就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終於做出了自己的礦場 希望大家也可以做出大家的礦場 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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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